大家好我們是大發家 我是大發 我是浩婷 我是曼曼 今天我們換車啦 沒錯 我也好想要有一台露營車喔 你長大在哪啦 我長大 長大 剛剛必須要求我們去體驗露營車耶 我們嗎 對啊 不可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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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出發 要去 去看民視啊 不是啊 我們今天要去微笑灣 視野非常高 有 我現在覺得說前面的車好像小不點兒 你現在一個人坐在前面然後 開著車戴著墨鏡 然後後面有兩位乘客你怎麼感覺 覺得像私人一樣 我是第一次開露營車 那實際上開起來我覺得感覺的 跟一般的修雨車我覺得沒什麼差別 就是高度高了一點 再掛它的車身尺寸呢 其實在市區裡面鑽 因為我們從台北市出發 在台北裡面鑽來鑽去 其實完全沒有問題 根本不會有我想的那種說 露營車太大了 然後可能在市區就不好鑽 最明顯的感受就是 它的空間 露營才會用的裝備 就直接放到車上 這樣方便性又很高 它完全兼顧了戶外活動 跟市區交通兩種優勢 超級犯規的 而且它是賓士的formatting 就是它有四輪驅動 就是柴油款 代表說你今天爬上的扭力一定會很足夠 然後柴油又很省 我目前開到這一台我覺得很滿意 我覺得很喜歡 我決定就是 也不能怎麼樣 蛤子 蛤子 它微笑完你覺得好開嗎 我覺得好開啊 我覺得超好開 它只有一進來的地方有一個 比較大的坡 但是我覺得真的算是還好 好囉 因為我們這一台今天是市區的 對 沒錯 所以都是沒有問題的 對 到了 看到營竹了 你好 對 等一下從左邊這邊上去 然後 本來是定在A區一向嘛 對 底下會被前面的山頭 稍微擋到一部分的景 上面有景比較漂亮的地方 所以可以換上去是嗎 對 就是補差架 這樣就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想不想 可以啊可以啊 對啊 可能就是今天平日 所以有其他的位置 然後他可能就可以拆開 對 平日露營就有這個好處 沒錯 就變成說你不用包區 但是你可以享受到包區的感受 對 對 而且櫻竹人也很好 那個笑咪咪咪 對他笑咪咪在心理課單 哈哈哈哈 櫻竹不好意思 想要請問一下 如果第一次來到微笑娃 你會最推薦哪一區 以你自己的角度 其實什麼 不行你只能選一區 只能選一區 對 包區的話 就像說F區有可以拋到六張 FG區可以拋到四張 B跟C都是兩張包區 最推最推的一區 最推看人數多 人數多就F區 或者是G區 人數少就是C區或B區 就是看人數 這些都非常推得多 對 前面的景都不會被擋到 我們未來還會再推一個 叫做秘境區 明年才會推出 明年嗎 對 現在就已經這麼美了 超級其他他的秘境 這是網路上面很紅的 到家應該都是爆滿的 百萬 假日的話都滿的 對 一句話給我們 未來會來微笑娃的朋友 一些建議 有沒有什麼想要叮嚀 特別叮嚀的 來我們這邊就是 自己要先做一下功課 不知道娃要怎麼走 或者是附近有哪些景點 等等之類的 對 或者是甚至於我們 有一些是搭帳的 有一些是免搭帳的 有一些是懶人露營的 然後就是有很多個錄影方式 很多種人工室的選擇 位置在哪一個地方 你有多少人 對 這個一定要先做功課 然後你才能選到最適合你的 最適合的位置 對 所以大家記得來微笑灣的話 要先做好功課 對 對 然後你們看我最喜歡這個 喔 看到沒 欸 你要拿東西嘛 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只要拿這邊 不用整個尾門掀起來 我現在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會有些人說 露營的進程 大概就是從一開始的 便宜的裝備 或者是連鎖賣場的裝備 最後最後就變成車路 現在能夠體會理解 像馬可波 他的原廠本身就有附 下面有那個桌子和椅子 我們還帶了不少他們自己的裝備過來 好完了 我不願了 欸他們的車頂帳篷啊 超炫炮的 可以直接用APP來做調整 不用在那邊跟你撐得要死了 不用 好方便喔 來瞄一下 186公分 完全沒有問題 200公分都沒有問題 然後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再把它放下來 沒錯 對 整個空間感超大的 對 整個空間感超大的 這是你的行動辦公室嗎 太爽了 哇 哇 好讚喔 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你讓人家體驗完車爐以後 還要把車收回 等一下媽媽跟你借位置喔 等一下媽媽要在這邊煮東西 好嗎 沒關係 我會把這些網絕都移到 你可以接受的 這裡面有涼口瓦斯爐 好方便喔 我可以涼的一起加熱 哦 哎唷 好 等它一下吧 這邊還有個冰箱 裡面可以放不少東西耶 容量頗大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放了些什麼 兩個便利商店的牛肉麵 還有個好市多的生菜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小零食們 其實它空間蠻大的 對不對 第一次可以在車上煮食 好幸福 冰箱就在這兒 瓦斯爐在中間 然後左邊這邊就是一個洗手台 然後我跟達發坐這邊 然後爸爸就是坐在副駕轉過來 就是個客廳模式 而且駕駛也可以轉過來 嗯 面對面這樣 四個人坐這樣子 你看那個高鐵那個椅子可以翻轉 好吃喔 哇 好吃多上拉伸手 哈哈 厲害 他的長幅 他的長幅也很厲害 他的長幅真的很厲害 大家幾歲開始給小孩吃生菜 吃生菜 正常幾歲 我不確定 還有生魚 爸爸媽媽五歲就給我吃 就現在而已嘛 大家可以用自己本身的車子 來想辦法用個車路的感覺 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這樣子 我們就來試試看 對這是我們下一個計畫 用自己原本的車 對 來玩 看是不是真的 很難玩 哈哈哈哈 我發現這個鴨子烤焦了耶 對啊它會黑掉 然後 我們每天來一起 不知不覺的 我們也踏入露營一年多了 從一開始懵懵懂懂 緊張兮兮 到現在每次露營 都能非常自在地享受著大自然 我不敢說自己有多了解露營 但對於我們而言 這就是一種生活模式 我們也喜歡體驗許多不同的生活經驗 同時 接受著這些經驗帶給我們的改變 如果說 人生的目的就是來體驗的 我真心的希望你 在這有限的時間走到終點前 可以毫無後悔的對自己交代 並且 獲得滿滿的人生經驗 露營改變了大發的內向 改變了我的遭遇 如果你從來沒有體驗過露營 我也誠摯地邀請你 跟我們一起展開這個旅程 至少 不論結論如何 你都不抱持著任何偏見的嘗試過了 這才是最重要的 是吧 現在完全能夠理解 為什麼 微笑完大家這麼推了 這個可以直接擠進 我去過的營墟前三名沒有問題 不管是環境還有美景 整個氛圍都非常棒 你們看大發碎了 在上面 有沒有很舒服 而且重點是啊 我剛幫他把這個防摔網裝起來了 都裝起來了 所以他就不會滾出去 超開心的啊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空間 我現在是站在 附加石桌上面 大發在這裡 這邊防摔網他就不會摔下來 方便喔 然後超酷的是 他上面這邊還有附這個小燈 所以我們可以 一二三 三段 那大發睡覺他都需要一個小燈 我們把燈關小一點 比較有安全感 好 晚安吧 五個慢慢 你去吃宵夜 大人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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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這個時候就會有點焦慮 因為明天早上要車帳 對 對 所以就開始會 偷收一些東西啊 對 或是明天早上沒有要開火 卡士魯也開始收了 可是現在完全不同 因為你知道收這些東西很快 十分鐘就能開走了 加上這一次啊 我們是比較簡單的飲食模式 所以就直接在他的側裡面 開始就是加熱東西 然後在裡面吃 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我覺得 裝備上少了卡士爐 少了這些東西 然後也不用帶行動冰箱 也不用帶保冰袋 然後你甚至可以在旁邊 簡易的洗滴東西 那你怎麼不說 它有注車暖氣 你連注車暖氣都 電盤都不用帶了 有沒有人想要收 2020年的提礦380 像如果我們上次在司馬縣 山欄跟雲端 開下去就好 開下去就好 不用搬了 它這邊移區 就是梯田石的 從最下面到最上面是 A B C D E F G 就這樣來回來回來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呢 就在G區 這邊呢它最大的亮點 就是它的百萬夜景 它的那個下午 傍晚夕陽的時候啊 那個海景 左邊是海景 右邊是整片的城市都市 然後還看得到龜山島 一邊是海 一邊是山 城市 城市 其實我 我太有印象看過這樣子 有點像夏威夷那個感覺 欸 宜蘭是下雨的城市欸 覺得我們好幸運 那在這邊跟大家改一下收訊 我的是台哥打4G 只有一格喔 我的遠船也是只有一格 收訊就是很Lag 對 收訊不太好 你看片看不了的那種 會斷 然後化石會變很爛 對 也好啦 要去洗澡了嗎 是的 不然我們看一下這個 浴室怎麼樣吧 你為什麼不自己看 奇怪欸 你不洗是不是 你可以自己看啊 你奇怪欸 好 我等一下去洗 跟你們說 我186公分 我可以全部躺直 而且還有深 所以只要比我矮的 都不用思考了 那我剛剛啊 就直接趴在這上面 然後看旁邊的夜景 就這樣趴著 然後看夜景 剛剛洗完澡了 他們這邊的洗澡也很舒服 乾淨程度也很棒 是可以光腳踩在地上的 然後呢 還有附洗髮乳跟沐浴乳 重點是它的水力超強 因為我是今天早上洗嘛 然後慢慢是昨天晚上洗 那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 它的熱水強迫都非常OK 洗澡是大家很在乎的一點 那可以跟大家說 完全沒問題放心吧 它上面有風頂 所以你晚上 就算你寒流來的時候 其實你洗應該也不會冷 欸 你現在是在整理了嗎 在整理啦 昨天晚上你睡好不好 很好 非常好 很好睡 我跟搭發 一大一小 我覺得空間很剛好 很剛好 兩大可能就會 太急了 對啊 下面也是啊 如果你兩大的話就是 OK 但是就是比較不會那麼舒服 對 所以就是配置最緊繃 兩大兩小 對啊 人家在那邊收啊 一點都不熱 對 收上的時候 那一唱快熱 像一個烤箱一樣 然後露營有露營的好 露營車有露營車的好 嗯 一時時間講不出露營的好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在這裏 乾燥廁所啦 哈哈哈 當然 現在開始 來 我們各位看到右手邊這邊 這邊是我們微笑萬農場的旅行 露營車體驗區 這邊可以看到 然後再過來 接下來 右邊這邊是我們的浴室洗手間 這邊你要摔牙 洗臉 上廁所都是沒有問題的 OK 來 我們順著坡道往下去 這邊C區兩丈包區 各位看到 確定是兩丈 對 沒錯 確定是兩丈包區 大家要請問一下 這邊的景是不是最好的啊 這邊不是最好的 但是呢 如果你人數比較稀少的話 這邊是很容易可以包區的 好 隨便就找兩丈 沒有的話 代表你人緣不好地住一下 這邊呢 三丈包區 這邊是什麼 A B C B 區 接下來我們沿著這個灣下去 這邊有一點點的灣 有沒有 大概幾度 大概75度左右 75度 沒有到90度 回轉下來 我們即將到這邊 有一個最大的斜坡 這裏面是什麼 這裏面是什麼 各位看到左手邊這邊 往左手邊這邊看 下面這邊是 A 區 對 A 區這邊就是散客的區域 散客區為什麼在下面呢 因為它的景會被擋住 OK 比較便宜 如果假日單費就只能到A 區 那如果平日的話呢 就有機會可以選擇 我們從這邊直直的往下開 往下開就會來到什麼你知道嗎 對 門口 銀本部 對 沒錯 你看到嗎 我們在大門口這邊開下來 左手邊看到這邊就是銀本部 有什麼事情呢 都不要找他 用電話聯絡就好了 有點遠 對 沒錯 他們廁所是不是好像都有貼他們電話 對 沒錯 他們有分日班跟夜班 所以如果晚上有事情你就找一個人 白天有事情找另外一個人 不要晚上打到白天 白天打到晚上 我說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導覽就在這邊結束了 好不好 如果喜歡請點按讚 訂閱 為什麼 那我們導覽今天到這邊結束 OK 那我們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好不好 把這個好的頻道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有機會就來這個農場走一走好不好 有意身心健康 露營是一件好事 無痕三菱 永續環保 OK 就這樣 好 謝謝 導遊你先加 來 1 2 3 安全駕駛 宜蘭的好天氣也真的不是開玩笑的耶 熱 超熱 各位知道宜蘭的名產是什麼嗎 牛舌餅 不是不是 宜蘭的名產是太陽餅 哪是 因為我是台中來代班的 今天我是來代班的 我車上這邊 剛好有個 是嗎 該不會有賣吧 我車上剛好有太陽餅 今天買兩盒送一盒 我摸一下 我摸一下 阿姨那個東西拿一下好不好 好吵喔